取针、找学位、入针 在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 穆罕默德·柳什林熟练地对一名患者进行了针灸治疗 穆罕默德·柳什林是一名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 中文名叫李恩典 是陕西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研医的学生 为了学好针灸推拿 李恩典大医就开始在医院实习 每日揣摩医生的手法 遇到困难时时常会学习到凌晨两三点 尤为艰辛 我学习困难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老师讲课也跟不上 学习感觉特别苦 后来就是我就开始跟我的老师 就是现在我的导师 他就是一直坚持 一直跟我说坚持 从大一就跟我说坚持 因为学习一直以下路特别难 所以我就是慢慢听他 在他培养下 我慢慢慢慢慢慢一千比一千 一千比一千有大的进步 随着中医学习的深入 李恩典在老师的帮助下 时常会参加一些中医技能大赛 他的寝室墙上挂满了奖牌 同时各种荣誉证书也挤满了他的抽屉 优秀毕业生最佳表现奖等 然而勤奋好学的李恩典也只是众多留学生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医学服务贸易悄然兴起 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随着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推进 中医理念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同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医 目前陕西中医药大学有留学生112名 分别来自于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 白俄罗斯等16个国家 主要分布在学校的针灸推拿学 中医学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习 这些同学也学习比较优秀 他们学了以后好多回去 在他们国家都是比较劫持的医生 他们回去以后就用中医的技术 来为他们国家的人进行服务 再一个这些学生都比较用功 学习比较考虑 所以在实践上他们操作能力都比较强 零点告诉记者 过几年将继续考博士 毕业后回家 家乡的民众对针灸推拿的认可度非常高 享用所学的中医技艺造福家乡民众 据了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陕西中医药大学开始接收境外留学生 先后为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培养了3000多名中医药人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高野生市与高野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